任何的理由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 非常的抱歉 六月股东会洪海董事长郭台铭 先对股民鞠躬道歉 因为去年营修成长没有达到10%的预期 而财经大佬谢金河更预告 未来郭董面临的压力将会越来越重 谢金河脸书po文直言郭董 两岸三地的企业整体来说不如预期 对股价也产生了杀伤力 十三日鸿海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净利174.9亿 是五年来的新低不说 毛利率5.63% 还有营业利益率 跟税后净利率都是六季以来的新低点 三率骑降 获利能力也跟着撞轨 分析师认为扩张太快 是目前鸿海集团的最大病灶 现在看起来它有点扩充过速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管理方面 有一点点的出现 不像以前那样子能够 这个指挥如意的这种情况 鸿海近年降低对苹果的依赖 转型发展非苹果类的产品应用 因此专家认为 这一次衰退可能是短空长多 郭董对小股东的承诺 何时实现 市场都在期待 股票我也答应过 一定要想办法做到两百块 我再退休 大家再等一等 现在正在转型的过程中 三立新闻您送病代史会台北报道